谢谢啊 年快乐 年快乐 谢谢 湖冰里庆祝母亲节 原本规划在壁湖公园举办活动 因应疫情升温 改到礼办公室前面发放宣导品 湖冰里的志工全部出动 来到现场服务李明 宣导品内容丰富 市议员李明贤提供500条毛巾 鼓励大家疫情期间仍要多运动 也借此宣传 壁湖公园靠近内湖路二段的环湖步道 在它争取下 已经重新铺设完成 那我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我今天也捐了500条的毛巾 给大家同乐 那因为今天母亲节的活动 只是办室内静态的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户外的活动都取消了 原本今天我们也要安排 因为湖冰里旁边就是壁湖 那壁湖公园有一个1.5公里的步道 环湖步道非常的漂亮 而且环境非常的优雅 重新整修 然后也把栏杆拆掉 让壁湖公园变成一个清水公园 环湖的清水步道 所以欢迎大家母亲节 我们母亲节快乐 也大家多多运动 保持生理健康 我们强化抵抗力 我们防疫成功 美丽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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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淑慧 天花 祝贵的 婚礼快乐 是要淑慧 跟口笑 跟孙荣祝 这都是我们第一场送的 市益园游淑慧也提供 500朵康乃馨的香皂花 亲自到场献上祝福 那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庆祝 这个母亲节的活动 谢谢我们所有的辛苦的妈妈 这两年因为疫情 我们妈妈为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操心防疫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烦恼跟辛苦 那虽然说最近还是有疫情 但是我们邻里在办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小心的防疫 门口都有这个喷酒精的 也有食联制 也有包括把这个间隔隔开 我们希望母亲节 大家是平安又快乐 那今天我也准备了这个康乃馨 那这个康乃馨 它是肥皂 肥皂花 如果妈妈们出门在外 可以把花瓣拿下来洗手 随时保持这个清洁卫生跟防疫 胡宾里里长也准备了特色口罩 指甲修容包与肥皂片 协助李明做好日常的防疫工作 母亲节马上就到了 那我们本里胡宾里也不漏人厚 虽然疫情 但是我们还是很用心的 在跟我们民众里面做互动 最主要就是要请民众要自己做好 环疫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的礼物有李明田议员 因为他争取庇服公园的人 那个步道落差都维修好了 很漂亮 本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是那边路跑的一个动作 但是因为疫情所以没有把东西也送来我们这边 花好一条毛巾 那游主会议员也很用心 拿了五百朵的看乃星 要祝天下所有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那家里都平安健康 那我们本里的除了我们的口罩 我们的口罩很特别 用我们庇服公园的九七巧去设计的 这个是医学用的 然后就是我们有回照片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干洗手 但是我觉得还是手要碰到水 然后用力的搓 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小盒就有一百片 我们有两种有柠檬跟玫瑰 让我们所有家里的人出门的时候 用一包放在口袋里面 随时到哪里要用就把那个回照片拿出来 把它清洗 还有我们的修容饼 我们的指甲刀 就要送给我们所有里面的好朋友 所以我在这里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一定要健康久久 那我们陈友雪里长 可以说是我们内湖大家的好妈妈 而且我们这个湖冰里 有最美丽的壁湖公园 所以也希望大家母亲节带着妈妈来 我们湖冰里的壁湖公园来走一走 而且呢 我们游雪姐也很贴心的准备很多 很棒的礼物要送给妈妈 包括口罩 包括这个肥皂片 还有指甲套竹 都是希望妈妈呢 能够有一个开心又美丽的母亲节 那我也在这里跟我们最美丽的里长妈妈 游雪姐呢一起祝福我们所有妈妈们 大家都母亲节快乐 永远美丽 今年所有母亲节的活动 里长都提早办理 那当然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像以往有摊位 有人潮很多的聚集 那里长也希望跟大家欢度母亲节 也特别准备了很多母亲节的小礼物 要分送给李明 那也藉由发放一些母亲节的礼物 也跟大家祝福母亲节快乐 那当然防疫当然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大家都戴着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那把每一个摊位都拉得非常开 但是更重要是母亲节重要的日子 里长李明 我们也都希望跟大家一起欢度 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们 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 活动现场内湖分局也借此 向李明宣导反诈骗 与交通安全的观念 然后我们内湖分局 交通组来这个活动现场 然后跟李明主要宣导的事项 大概是有反诈骗 然后以及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就包括了长者行人 还有自行车 动力机械 弃机车等等 最近诈骗案件比较多 如果有接到陌生电话 要求汇款 或者是相关事项的话 一定要先保持冷静 然后再查证 在汇款的时候 一定要再三确认一下 在交通安全部分 因为最近我们开始实施 交通安全大执法 所以请行人 然后弃机车 再过马路时 行人过马路时 务必要离让行人 酒驾部分 还是一样呼吁宣导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今年的母亲节 在疫情笼罩下 虽然庆祝方式简化流程 但理办公处 用心的筹备与服务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也呼吁李明做好 个人防护与防疫工作 大家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波疫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大家看见 看见 看见